观众Fred Wong说下半年港股是否都是21,000左右呢? 如果拜登下台,对美元,对人民币,对港股的影响在哪里? 第一件事,拜登下台是否下台,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拜登下台对整件事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拜登下台就是何锦麗上场 他上场的话,其实也是民主党而已 他也是本身的副总统 所以政策方向是不会大变的 第二,要留心,共和党和民主党有不同的看法 但很不幸地主流的美国意识 都是针对于中国是一个比较有针对性 反过来,其实以往特朗普年代是更加近的 2024年,连冯普普,就是冯佩奥都说会竞选 他是更加辣的 所以主流的观点都是对华不友善的话 无论哪个上场,我觉得也不会太大改变 第二,可能对于美元的走势等等 影响性也是可能在... 反而觉得,大家不可以看拜登爺爺 不要这么坏 拜登爺爺希望他长眉百岁 重点是11月的选举 究竟共和党是否会参重两院呢?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在中期选举过了之后,政治压力减少 联储局是否可以偏向夹派一点呢? 因为前置式的加息 你做了一个象征式意义 是力压通胀的斗士 但是没有了这个政治压力 就不需要这么英态 你经济也不是好 所以我觉得一个关键点是11月的中期选举 还有之后联储局的策略会不会改变 对不起 真的还没来 太在即使 太在眼��或黑幻子 最新都是 accessible 不要 ja